朋友聊世紀 天氣流個星 大家好 我是Lion 今天要來看斯拉夫人對上半戰體能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四級地圖 好 那很久沒有看到這張地圖了 那我們的頻道呢 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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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有路過一次喔 這個天梯的四級比賽 那這張地圖呢 又回到了天梯的視角裡 那我們就稍微簡單介紹一下這張地圖的特色 那這張地圖的每個角落呢 都有一個中立的四級 可以提供貿易喔 玩家們可以選擇 自己要去往哪個方向的貿易前進 所以你可以先在遊戲的中期 去擬定你的地方去那裡擴展 然後又該怎麼為保護自己的貿易處 那這張地圖也算是單挑裡面 比較常出現的 可以單挑的貿易地圖 那四級這樣地圖的特色中間就是有一大堆的木 所以其實打到中後期 很容易在中間這個地區短兵相見 這個就有點像是那什麼 那個有點像經濟場那一張 有點忘記什麼 有點忘記那張地圖的名字 然後我也想說是用木牆那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呢 那斯阿夫人喔是來說比較 應該算是OK的吧 因為這張地圖的黃金量也是需要蠻多的 那尤其是像打工程器的地圖的話 就會比較適合 因為工程器是需要耗費大量黃金跟木頭 那這張地圖 木頭跟黃金是最多的 那其他野生動物資源就跟阿拉伯其實是沒什麼兩樣的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斯阿夫人特色 他的工程器單位很便宜 再來就是斯阿夫人呢 有這個步兵喔 王家四重 攻擊力可以擴散傷害喔 非常強大 那後期呢通常都是配個步兵加上工程器 還有自己的貴族鐵騎喔 當作輔助的角色喔 去做應對的 那斯阿夫人後期沒有火炮的關係喔 所以盡可能要在中後期喔 拿到一點優勢喔 才比較容易打贏 不然後期被火炮控住喔 自己的工程器就很難發揮了 好 那我們就接下來看一下對手 那對手呢 這裡的文明是敗戰庭人 那敗戰庭人最大的特色喔 是他的垃圾兵很便宜喔 那除了垃圾兵以外喔 喔 駱駝也是喔 那例如他可以出 出這個擊兵啊 戰毛兵喔 駱駝都是25%減免喔 那後期班辰庭的特色呢 都是打一個強奴 還有配上這個衝車啊 班辰庭聖騎兵喔 為主的一個路線喔 本身打步兵系的話 只有垃圾兵能打 那騎兵部分的話 也只有班辰庭聖騎兵跟駱駝比較能打 其他東西都是偏弱的 那班辰庭他的後期 所以有這個火砲塔 最近有這個希臘之火 加上火砲塔的部分 但其實用起來 還是要以這個 寶兵跟強弩為主 會比較適合一點 好 那稍微再繼續補充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一開一舉 會有兩隻貿易車隊喔 可以供你探圖喔 或者是讓你趕路用的 你看這邊是用這個貿易車去趕路的 平常都是用馬 然後現在用這個貿易車去趕 其實蠻特別的 好這邊看到對手家裡引進圍 差不多這邊是想要卡位嗎 那貿易車隊血量是很多 比車頭血量還多 上25滴血來這邊再卡位了 這邊再魯曉 笑死 繼續卡 太壞壞了吧 UZZI 好 繼續圍繼續圍 扁他一下 不出去 超魯曉的啦 笑死然後直接蓋裡面那個 OK 棒棒過來 應該是過不來了 這邊有一個一滴血的 不知道棒棒會不會看到 敲過兩下 完蛋 敲破了 哎呀 殺了進來殺了進來 UZZI 太狠了 那這位斯拉夫玩家呢 也是一位蠻特別的玩家 根據我對他的了解 他是澳洲玩家 那他本身也在學日文 他日文實力也是蠻厲害的 希望我們下次這個台日交流協會 可以再增加一個澳洲玩家 一起來同樂 因為他日文 也是瞎瞎叫的那一種 很 很希望這個我們斯基圈 可以大家都不分國籍 一起來玩這個斯基帝國 我覺得這是對我來說 比較有興趣的事情 好 先來看到 這邊還拉了一隻村民 這隻村民該是要搞事了 待會可能還會蓋個房子 然後補個射箭場 然後這邊控石插石頭 然後挖起來 有沒有可能 最好笑的是這個貿易車隊 到底是要幹嘛 來卡位用的 好 這兩隻貿易車隊繼續在這邊 那其實正常這個時候 貿易車都是拿去探地圖用的 像這個玩家就很正常 斯拉夫人就很正常 就用自己貿易車隊去探圖 那UGDI這邊的視野 就顯得比較尷尬一點 你看這邊就只有稍微探一下而已 但也有可能對他來說 這樣探就夠了 所以才用這個貿易車隊來開稿 好 那這邊升到封建時代的 是斯拉夫人 那 巴登亭這邊棒棒 沒有做出任何的騷擾 也沒有開打 這邊看到兩隻棒棒 斯拉夫人有想要繼續追擊嗎 稍微加速一下下 這看起來兩邊沒什麼太大交戰的感覺 好棒棒繼續追逐 我們先來看封建時代 好 兩邊復換 崔名過來補個傷害 好 兩邊殘血 斯拉夫人第一時間補下了射箭長 巴登亭這邊應該也會補一個射箭長 然後打毛病 要在前線下嗎 還是要 放棄呢 好 這邊就要看一下巴登亭的 哇靠他到現在還沒有升到城堡時代 還沒升到封建時代 哇 這個是打什麼 30P直城 開灑農田 哇 他這個 拉一純是給對方的一個心理戰嗎 就好像要讓對方 跟他說 我拉一個一純是要來偷該建築物喔 結果他這邊是要來偷搞對方的市集啊 好 這邊市集可能要開始圍 封建手看到嗎 喔沒有 貓一車都有跟上 所以已經看到在圍對方的市集 好一隻攻擊鎖過來應該可以輕鬆解掉 稍微拉打一下 好 這邊棒棒也尻到了這隻攻兵有點殘血了 好 稍微走A走A 然後用貓一車去卡下村民 但現在有點忙喔 後車後車 OK 那這張地圖喔 有些人會覺得說 欸 竟然有這個市集可以貓一 那是不是市集要早點下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的 如果你太早下市集的話 你的經濟可龍就會爆炸 例如生時代會有問題喔 雖然你的貿易車都可以先跑 但是他並不是 立即性可以回歸你黃金的東西 所以通常一開始的這個175木頭 還是會去拿去撒農田 撒完農田之後一樣就是 要升到城堡時代的時候再去下這個市集 然後下人市集之後再開始跑貿易 這個是一個比較正常的做法 那這樣做的好事就是 時代不太會輸人之外 而且也不會有那種經濟爆炸的問題 因為大家可能會小看喔 三片農田在初期的一個影響力 其實三片農田喔 在封建時代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 當你先蓋下市集之後 再賣三片農田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每次升時代喔 都會輸個30年或是1分鐘 其實蠻久的一個時間點 所以還是比較建議喔 剛練的玩家們 要特別注意喔 這個木材 要提前用在農田上 而不是用在其他 像是什麼市集啊 或是 一上封建時代就下兵工場 除非你是要打這個工兵喔 那還情有可言 如果你是打赤火的話 馬就下了 旁邊馬上再下一個 什麼兵工場 除非你是保加利亞或馬扎爾之類的 那就算了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文明的話 可能會有點痛苦 好 那這邊看到 UG基帶打的是 生頭直層戰術 按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還有修道院 這邊拖子車第一時間 砸掉了一隻村民 好 這邊開始進行工程 那 沙夫人這邊是3TC Kaino 那半戰艇這邊 打單TC生頭 還有一個優勢喔 就是生時代很快的關係喔 所以他也可以樹上帝王 然後升到帝王時代 然後 蓋城堡在前線巨頭開拆 那這個打法也算是 霸彈艇比較常見的手法之一喔 好 那我們看到斯拉夫人這邊是 走一個常見兵路線 這個相當有趣喔 那常見兵路線 其實蠻是斯拉夫人的 原來斯拉夫人的榮田效率很高 出大量的常見兵問題不大 而且可以直接用這個大量步兵 尻過去各種的工程器單位喔 連對方的長槍兵都可以輕鬆解決 所以現在這個常見兵 Meta算是蠻適合 抵抗生頭的戰術喔 好 那這邊直接打爆 但3TC沒有正常運轉 因為常見兵一直按的關係喔 肉贏會不夠 待會這邊可能撒更多年田就不會有事了 好 繼續補一下村民 好 這一波打得算是蠻漂亮的 這時候其實就可以點 就可以停這個常見兵了 不知道為什麼他常見兵還在 這邊可以停常見兵然後去挖石頭 然後蓋下第四個城鎮中心喔 直接4TC開農 然後二農溫木趕快下 然後輪走技術喔 補上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再繼續加速一下下 那為什麼常見兵可以不用去虛擲 原因是因為對手 都已經進行為死了 然後前面伸頭被你解掉 多多少少會有一種 欸 幹對面經濟超好耶 有點可怕 然後會開始在裡面轉一些單位出來 好 甚至會出過多的兵喔 來做防守 那這時候當然你的兵也是要進去對方家裡騷擾 好 給對方沒有辦法好好開農的一個狀況 那可以預見的事一定是打奴兵嘛 反正巴仁提有強弩 好 那史拉夫人也有軟甲 這邊看一下常見兵能不能做到一些事情 好 其實這些單位已經弄到了一點囉 常見兵在後面繼續輸出 點下了一擊防禦 那為什麼會說要停單位的原因喔 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們是帝王視角 那個上帝視角的關係喔 所以並不知道拜登提人到底在幹嘛 但是以我的個人經驗來說 前面這一多壓爆之後 後面可以直接開農挖石頭 然後城堡往前插 給對方壓力喔 因為他這邊損失的建築物太多 這些木頭讓他沒有辦法快速撒農田 經濟程度 一定程度上來說 是一定輸給自己的 好 那常見兵按到了將近20幾支 其實有點偏多喔 如果要打城堡一波的話 按到20幾支常見兵 我覺得情有可原喔 那一般的前壓如果打贏的話 可能就要趕快下工程器製造所啊 或射箭廠轉出這個戰毛病喔 防止對方奴兵過來反殺 不然常見兵按那麼多 其實 必大於利喔 你看這個奴兵一過來 他常見兵能幹嘛 對不對 什麼事都不能做了 常見兵只能往前A 然後眼睜睜的看著自己 家裡村民喔 一直被射射 這個很痛苦啊 好 常見兵要趕快往前囉 對 趕快往前趕快往前 好 常見兵想要去擋也沒什麼太大意義 就是給對手壓Z 好 閉回去就好了 好 這邊點下了神聖思想 稍微補一下聖女的血量 看一下這邊進攻 欸 這邊進攻看起來還不錯 直接硬爆城鎮中心 這個是我想要看到的 這個就是要這樣打 但是敗戰艇要硬爆城鎮中心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城鎮中心的血量是3000多滴喔 那第一血量多的是波斯的城鎮中心 第二多的就是敗戰艇 那敗戰艇這樣子打其實很OK 邊修 然後用自己的奴兵 去輸出自己的 輸出對方的常見兵 這樣打是很OK的 好 這裡弩炮直接過來硬解 但沒有控好 直接要被射光 常見兵也沒了 好 那賈里這邊靠著城鎮中心 直接解掉這一坨單位 那半人體聖騎兵一出來之後 打常見兵的額外傷害也是特別高喔 所以半人體人喔 這一場直接打 寶兵喔 就差不多了 這個半人體聖騎兵 是很康克斯拉夫人的 好 但數量還是你呀 好 貿易這邊開始繼續跑 那有一些觀眾可能會說 欸 這個市集要跑遠的 為什麼不蓋這裡然後蓋這裡喔 主要是因為怕對手會斷自己貿易喔 一開始先跑安全的貿易喔 等右邊這裡確保已經有為死的狀況 再去跑最遠的貿易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被控貿易的時候 你損失貿易車隊喔 才是最傷的一件事情 好 這隻奴兵又再走路回來 後面又補兩個軍營 但是只靠奴炮還是有點難檔 這邊有點傷到斯拉夫的經濟喔 看一下這一坨奴兵能不能做到更多事情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好 常見兵繼續按 半人體人這邊點下了彈道學 好 射掉了家裡的常見兵 沒有問題 上放常見兵繼續追逐 這邊蓋一下城堡 好 讓我可以截斷常見兵的進軍路線 好 這裡沒有空的很好 送掉了一些兵 三棟城堡中心補下 後面有一隻老頭 找到了一隻聖騎兵 那現在這個時間點喔 升時代是有 斯拉夫人拿下帝王時代的升級 那半人體其實也快了喔 他這邊的肉量 只在需要一兩百 就可以點帝王時代了 既然半人體人的帝王時代升級很便宜的 好 這邊看一下這一波的交戰 常見兵直接損失全部的數量 利用自己的半人體聖騎兵 打贏了這幾波的小小會戰 當然斯拉夫人並沒有補下四個城堡中心 而是三棟城堡中心開農的關係 所以村民經濟術 並沒有領先的太誇張 那好處就是升時代可以快一點 但他這邊升時代有點小失誤 城堡沒有先蓋一下 巨型頭時機沒有第一時間出來 對於前壓來說 給的壓力有點太小了 好 那這邊補下了一個雙手劍兵 後面真兵技術 欸 也不是先按巨型頭時機 斯拉夫人的思路挺微妙的 不像一般的那種頂尖玩家們 電用的時間都是要直接巨頭開丟的 但有可能他本人就沒有要開丟啦 那城堡蓋在比較安全的位置 鎖了祖金跟這個複石的部分 那如果他這時候出巨頭拆的話 會娛樂一個風險 巨型頭時機因為在這附近 遭受敵人的攻擊 會比較麻煩一點 所以他可能思考到自己城堡蓋在家裡的關係 所以盡可能先不要提倒攻擊 等自己經濟派上去 科技也上去之後 再用這個巨型頭時機開始攻城 可能是他現在的目標 好 我們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看到這邊班農廷電用斯坦也要研發好 還補下一個手推車 經濟開始好轉了起來 那目前由斯拉夫人127吋 對上104吋 村民差距大概26吋左右 好 斯拉夫這時候 還點下救贖思想跟衝撤的生息 待會救贖思想異考 對方的火炮啊 還有這個頭車啊 之類的單位或奴犯 都會很容易的輕鬆招翔掉 而且還點下的印刷禁數 這個森綠的招翔範圍變成12巨 非常的遠 那目前看起來 斯拉夫人他這邊會有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他沒有跑貿易 貿易車隊並沒有按太多 只有稍微跑一下 用原本這兩台慢慢跑而已 所以到了後期可能會有點危險 這關就是要跑貿易 但這個時間點我是覺得 可以稍微一台一台的慢慢按 雖然這個時間點是蠻重要的 趕快去升級自己的金冠啊 還有自己的劍兵勇士升級啊 要升級的東西其實還是算蠻多的 好 巴仁婷這邊點下了三級色化學強弩 可能要再補下嗎 欸 結果直接打了火槍兵 打火槍兵沒什麼問題喔 不能搭自己的工兵的話 還能接受 但後面有太多的這個巴仁婷聖騎兵 應該也是能擋得住喔 火槍兵 有點太過針對的感覺 好 來看一下這個巴仁婷聖騎兵 這一波打得還不錯 好 第一時間用自己的工兵去射後排的勝率 但後方有三台奴炮直接射穿這些奴兵的前壓動作 但是後方的衝車一直在頂城堡 這邊的劍兵勇士直接開打了起來 但這時候還沒有點下金冠的關係 所以也沒有辦法反擊回去 打贏對方的敗彈艇聖騎兵喔 那為什麼敗彈艇聖騎兵打步兵會這麼痛的關係喔 是因為他有偶爾增傷喔 大概增殺18滴左右吧 我記得增傷蠻多的喔 好 來看一下這邊 可以收掉嗎 OK 自己城堡已經被打掉了 但是後面的兩台劍兵通司機應該是逃不掉 好 這邊劍兵勇士繼續再出 但是敗彈艇聖騎兵打工程器 還有步兵單位實在太強大了 好 加利布下一棟城堡 再繼續蓋下去 喔 後面火炮也出來了 但還好自己的勝率已經升級好了 火炮只要進入到這個射程範圍裡面喔 要去反制火炮也不是問題 好 兩邊進入休戰期 看一下右邊這邊偷偷挖了石頭 一隻工兵駐守 看到了 這裡有村民喔 可能是要在這邊蓋市集喔 要來跑遠人貿易喔 好 史達夫人這時候點下了銀罐技術喔 這個羅斯堡壘 那羅斯堡壘最大的特色喔 是可以讓城堡的一半大概40%的石頭量 變成木頭 那木頭消耗量會比較多一點 大概400木吧 好 那石頭只需要少量的也是大概400左右 好 三四百這樣子 那就可以蓋下很多的城堡 那這麼多城堡的好處就是喔 大衛出貴魯鐵石喔 跟控兵來說 還有控土 都會比較好用一點 好 三台衝車 尝識往前 巴掌甘起兵加火槍組合 能擋下這一鍋大衝車前壓 但是裡面是 dort 全部都是 Costco traded Herald 做拉打動作 我覺得就差不多了 這邊送掉自己的所有伴人挺剩騎兵其實蠻傷的 OK 這邊衝車直接頂掉一棟城堡 後面的火槍還是藉著城堡的傷害 守掉了這波的劍兵勇士加騎兵的傷害 OK 衝車繼續往前 後放斯拉夫人 要蓋一下前線城堡嗎 這裡要是蓋起一棟城堡 就可以傷到UZZ的霸彈艇這邊的經濟了 但這邊有點不太敢按下 霸彈艇升騎兵第一時間要趕快去打一下衝車 衝車快要頂包自己家裡了 好 城堡中心也爆開 後面勝旅戰打到讓霸彈艇不敢隨意出攻城器 還有火炮 但我覺得這邊直接按強弩就好了 那這邊沒有升強弩可能也不會上了 他可能想要用火槍打到底 好 就升了弓兵的鎧甲 衝車後面繼續補 劍兵勇士也都按 右方有啟動城堡 結果這一棟城堡直接被弄爆了 後方的城鎮中心 這不是城鎮中心 工程器製造所 按了一台通車之後 被霸彈艇的村民給打爛了 但是家裡農田已經在燒了 這邊霸彈艇可能要反打回去有點困難了 目前看起來能打贏的方式 就只有強弩配火槍 然後再配上少量的火炮 在後面偷打一下 然後趕快跑 但是半戰庭聖騎兵也是不能減少的 要還要去按 三防二攻趕快點下 會好一些些 火炮這個可能要自滴 這個要被招走了 這台火炮有點危險 台下還走斜的 在後面這邊就去打下自己的步兵戰術 沒有打算要轉攻層器 後面出的巨型頭司機 開始要開拆了 半戰庭還能夠擋得下來嗎 後面又有更多的騎兵走路過來 這時候是阿富人點下的一擊馬凱 可能是要轉一下貴族鐵騎了 那貴族鐵騎其實也滿害怕子彈的 所以貴族鐵騎可能也是按個幾隻當輔助而已 主力還是他的騎兵跟步兵 還有工程器 好 這邊火箱在高地 第一時間反殺了回去 後面的僧侶直接招降 有沒有找到任何一隻火槍 至少要再回頭再來射一次嗎 先射掉對方僧侶嗎 沒有先射 OK 火箱邊再次往上走 OK 火箱邊再次往上走 OK 火箱邊再次往上走 好 衝撤 再來兩台 吸了一點傷害 好 這邊衝撤 繼續頂 霸彈體升血兵走了上來 這邊感覺UG加要打出GG 果然阿 這個GG在這個時間點差不多 後面這個距離頭是經濟難解 火炮即時要過來才也不太容易 後面的僧侶待會再繼續招降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僧侶都在裡面蓄勢待發了 那這一場 算是比較 怎麼說呢 半旦庭感覺兵種上是有克制斯拉夫的 但斯拉夫卻能打贏 我覺得有幾大關鍵 最主要是因為把對方的 這個半旦庭農田全部都掉的關係 盡可能打殘對方的經濟 才有可能壓制成功 那上方這裡也是有少量兵 一直在鬧對方 劍兵勇士一直在出 那這個對於斯拉夫人來說 出劍兵勇士的成本 也是比較輕鬆一點的 農田快嘛 這個肉量消耗比較正常一些 後面再點一下王家四重跟二級獅 讓對方更絕望 那半旦庭這邊可能還是要靠著貿易 或者是要靠著自己的經濟 守住門面 然後用強奴配火槍的方式 再加上少量的一些敗蛋提勝騎兵 去做一個正面硬扛的動作 可能會好一些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由斯拉夫人這邊拿下來很多的勝利 但石頭上是兩瓶都是一樣的 那看起來這個石頭 不是什麼 石物量差距大概快有一倍 木頭的話大概差距一萬 還是差距很多的 這個經濟產量真的差太多 只能說這邊木區沒有空下來 這個你就沒有辦法好好伐木了 你其他伐木區都是伐一下就要斷木的狀況 其實蠻受傷的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我們看一次吧 看一看